先给先帮打书的老板圆梦 哎呦我去 这这这这这小布膜小东西有花招啊 这小石头啊 全身的装备搭配很合理 唯独是衣服有点圈械 因为衣服需要消耗耐久啊 这几个基本上除了布膜和珍珠 特别便宜的多好用 却防加各党 这俩零是建议换成120的 120珍珠便宜 而是没问题 戒指非常屌 哦这宝宝也不错 你这个宝宝打书打 这不都快成了吗 我看一下一个书两个书三个书啊 四本书啊 这高臂一拍直接全红啊 兄弟们一个高臂也长点甜头啊 前排掉永红 后排掉幸运 运气好掉烈火和鬼魂啊 基本上没有其他的选项 如果打书有位置 这本书就是最好的位置啊 鬼魂掉了 鬼魂掉了的话 现在是12345 幸运有用 我是上 偷袭啊 偷袭在永恒的后边三个的前面 漏偷袭 偷袭 偷袭没动 运气太好了 直接覆盖了永恒啊 这下展示的六本书 还剩下大火 还剩下幸运啊 齐齐全全 老板六级能三个要不 这回真的可以认证了啊 这回认证的话 可以认证出名思啊 名思有用 幸运有用 然后六一个技能全是攻击 带神游套 好认证出了会跟后排技能啊 这样的话看起来会异常的舒服 但是认证完一定要取消认证 不取消认证的话 多一个技能 但减少民众 给体力恢复完事以后 再取消一下认证就行了 看夜战就行了 好兄弟们夜战在善恶态 出甲位了啊 会跟来到前排高深的后排啊 夜战在这啊 高强力 求吸血 OK啊 非常的完美啊 干掉了幸运啊 直接覆盖掉了最后一个 然后甲被汇棍去前排啊